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 那今天呢,我们来讲讲PayPal 有些朋友呢,关注了我 也会私下和我交流 想要做亚马逊OA 但是目前还没有注册PayPal账号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一期这样的视频 首先我们讲一下PayPal的分类 PayPal基本上是两大类 一个呢,是美国本土的PayPal 网址是pypl.com 另外一大类呢,就是各国的PayPal 像中国的pypl.cn 那有什么区别呢? 很重要一个就是美国本土的PayPal 它具有PayPal所有的功能 但是我们没有item或者ssn的话 是没法用全部功能的 像余额提现和申请PayPal信用卡 没有美国身份都是用不了的 那以中国区为例子的其他区域的PayPal 一般都有相应的一个网站 同时功能也都不一样 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的法规不一样 比如说中国区PayPal 看起来就只剩下收付款的功能了 其他的比如说虚拟货币买卖 信用卡的申请等功能是完全没有的 不过中国区的PayPal可以使用身份证 完成身份验证 这样一来,余额的使用和提现就都没有限制了 因此中国区PayPal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就是海淘返利 向日库腾这个网站可以绑定任意PayPal账号 那么将美国PayPal和中国PayPal结合起来使用 一个用于购物 一个用于接收返利就是很好的方法 特别适用于亚马逊欧卖家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PayPal的精髓 PayPal的精髓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说是收款 实际上不然 PayPal的精髓其实是对付款者 也就是买家全方位进行保护 这个特点简单来说就是 当我们购物的时候 作为买家基本是隐身的 原因在于使用PayPal购物 第一,我们的信用卡信息商家无法得知 第二,我们可以自定义账单地址 因此各种信用卡、银行卡 我们都可以绑定到PayPal使用 本人通过大量的实践 最终得出这个结论 那就是绑定虚拟卡进行消费 这是PayPal的精髓 原因在于 第一,规避了拥有实体双臂信用卡才能 海淘购物的设定 第二,结合我以后的视频可以知道 资本忠于自由可以流动了 请记住 第二点尤为重要 因为是无风险 那本期视频由于内容还比较多 就先不在这方面消耗时间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PayPal的注册和使用 当然我们主要讲美国PayPal的注册和使用 中国PayPal的注册和使用比较简单 就不啰嗦了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 中国区PayPal注册网站为pypl.cn 但是注册完成之后 可以在pypl.com正常登录 因此当我们拥有两个账号的时候 请使用两个不同的浏览器 比如说一个使用谷歌 一个用Firefox 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风险 现在我们来讲注册美国PayPal的要求 就两个条件 第一是邮箱 第二是电话号码验证 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百分之百注册成功 那PayPal如何使用呢 也很简单 第一需要绑定各种卡 第二要有维护使用的意识 由于PPT结束后会有PayPal注册演示 因此我们先说一下PayPal的使用 首先是信用卡的绑定 关键点其实在于账单地址 其原则就是无论什么卡 实体卡或者虚拟卡都可以 使用美国本土的地址 那如何获得真实的美国本土的地址呢 答案就在本视频里 所以一定要记得看到最后 我们将继续讲维护使用的要点 据本人实际操作经验 PayPal封控最大的原因就是IP IP稳定 基本不会触发封控 IP不稳定经常跳动 一般都会触发封控 那么在无法保证IP不跳动的前提下 尽早完成身份验证 才是养号的最好的办法 所以遇到身份验证的情况 千万不要慌 当然如果您使用PayPal收款 那又另当别论了 PayPal的身份验证一般是地址 账单 护照或者等同护照的身份证明 如驾照的 当我们有很多张卡绑定PayPal的时候 我们一般挑选一张拥有账单的卡 来进行地址验证 由于我们的地址都是自定义的 因此国内的卡 也是可以完成验证的 账单的验证也是同一个道理 PayPal一般强调的是真实性 手机截图的账单亦可完成验证 身份验证就稍微复杂一点 必须拥有国际驾照或者护照信息 才可以完成验证 然而 认真考虑以后 大多数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不过如此 非常简单 具体就不说了 最后关于PayPal的使用心得就是 没有item或者ssn减量 不要使用余额 使用美国PayPal 作为买家的身份最保险 这里稍微说一下 我们是可以使用PayPal相 其他PayPal账号付款的 但是前提是IP稳定 同时不要经常更换设备 例如更换电脑的时候 记住将刻意迁移到新电脑 接下来我们进入PayPal页面的介绍 和注册的实操 这个是中国PayPal的主页 我们可以看到 能操作的地方非常少 但是由于可以接收反例 并且把反例使用出去 所以中国区PayPal还是大大的有用的 这里其他的关联银行卡的功能 也是非常简单 就不多说了 我这账户上还有20美元左右 这都是Kooten的反例 一般这些反例 我都用来支付亚马逊第三方的费用 现在我们看一下美国PayPal的页面 这是我新注册的一个账号 当然我不止这一个账号 我们可以看到 美区PayPal功能是完整的 有各种优惠券购物 有信用卡的申请 有虚拟货币的购买等功能 其实呢 我们也很少使用 因为我们主要用来购物 为什么很少使用 是因为需要 Item或者SSM 因此我们不再多说 下面直接进入注册的演示 首先我们进入PayPal.com这个网站 记住不能用PayPal.cn这个网站 我们点击Sign Up开始注册 这个时候选择Personal 也就是个人 点击Get Started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除了邮箱之外 我们需要一个电话号码 那由于我们是没有美国的电话号码了 所以我们使用电话解码平台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打开这个接码平台 这次我还会给大家演示一下注册过程 网址会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接码平台注册一下 我们回到接码平台网站 点击登录按钮 然后将邮箱和密码设置一下 然后在确认下有无问题 这次我们直接把邮箱复制粘贴过去 确定没有问题的话直接提交 提交之后邮箱就会收到一封激活的邮件 看到提示信息后就可以去激活账号了 我们打开刚才注册用的谷歌邮箱 找到那封激活的邮件 收件箱没有垃圾箱看一下 打开邮件后找到确认按钮 点击一下就完成注册了 接下来这个接码平台就可以使用了 在使用之前我们还需要充值 我们打开充值页面 找到支付宝支付 这个平台的好处就在这里了 我们输入想要充值的数量 因为大于10美元美元佣金 所以选择充值10美元 我们输入10 然后点击确认就看到熟悉的二维码了 扫码支付后充值就完成了 充值完成之后回到主页 直接在选择服务搜索框里面输入PayPal 然后我们往下拉选择美国的号码 选择购买一个即可 然后我们就会获得一个美国电话号码了 我们回到PayPal注册界面 粘贴这个号码 记住国家编号也要删除 点击获得验证码后回到接码网站 稍微等待一下 即可收到验证码 如果没有出现也不要着急 收不到不扣款 这时候可以重新购买要给号码 确认码成功收到后 回到PayPal注册页面讲其填入 这时候出现Personal Info的页面 需要我们填入姓名和地址 我们首先将姓名填入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寻找地址 首先我们在谷歌搜索里面输入Whore 然后点击My IP 这一步的目的就是获得当前IP所在的地址和邮编 在弹出的页面往下拉 找到地址和邮编的信息 将邮编和城市复制一下 当然能够记住也可以 打开Google Map 将这个地址和邮编输入到搜索框里面 这时候可以看到地图上出现红色的一个框 在这个框里面寻找一下我们需要的信息 如显示为Partment 这个就基本上可用了 实际上并不难找 多尝试几次肯定找得到了 有了这个信息之后 我们回到PayPal注册页面 那我们把地址输入进去 然后点击下一步就行了 为了保护隐私 这里还是选择遮挡 大家只要记住 这个方法能用就行了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了 就是创建一个密码 输入一个复杂的自己能够记得住的密码 然后 点击Agreed and Create Account按钮 当出现这个页面的时候 PayPal就已经注册完成了 是的 你没有看错 也没有听错 注册PayPal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点击Shop绑定信用卡 或者银行卡就可以使用PayPal 这个过程其实也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记住 用同样的方法寻找地址就可以了 有些卡首次绑定的时候 PayPal需要扣款验证 这个我们只需要把交易记本里面的验证 把数据下的PayPal 最后说明一下 注册完PayPal之后呢 在这个钱包里面 过段时间再来绑定卡也是可以的 看到这里本视频差不多也该结束 喜欢的朋友们请直接三连 三连之后就赶紧注册起来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